我们先看一看它的动词形式 就煎炒烹炸 过油的都可以用它 在中国煎炒烹炸老外就不太分了 就用这么一个词就好了 大声那边 fry 表示煎或者是炸某个东西 咱们先看一些常见搭配 有些习语里面就用到它 比如有个习语叫 I have another fish to fry 这个字面意思好像 我有另外一条鱼要去炸 我还有一条鱼要去煎 其实不是这个字面意思 它一般表示什么 表示对不起 我还有事 恐怕不能再陪你了 我得走了 我还有事情要办去做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句话 I have another fish to fry I have another fish to fry 就是恕罪 我不能再陪你了 我还有事事 我得提前先走一步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生活中咱们常见的炒锅或者煎锅 我们用这么一个词 大声里面 Frying pan Frying pan 这个pan本身就是平底锅的意思 这专门什么炒菜 什么煎饺子 这个炒锅或者煎锅 叫Frying pan 这么一个 那么犹他又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习语 叫什么呢 叫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字面是 从这个炒锅里刚出来之后 一下进火里去了 从炒锅里我们说经常炒那糖醋活鱼 这个鱼 这鳞都没弄掉 就愣往大炒锅里扔 这鱼腾 呸 蹦起来了 鲤鱼打挺蹦起来了 结果从炒锅里蹦出来之后 咣当 掉炉子里进火坑了 这下成烤鱼了 更倒霉了 什么意思呢 这相当于中文哪句话 他不可能真叫你炒菜 这肯定用人做比喻 他比喻成人 才出龙潭 又入虎穴 刚从一个倒霉的情况中逃出来之后 进入另外一个更倒霉的情况 才出龙潭 又入虎穴之中 这个习语也用的是Fry 可以看到这个词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可以同时记住 但是我们这个词当名词来用 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用在复数里边 就Fries或者French Fries 这个必须用复数是什么意思呢 炸薯条 这个大家可能一般都爱吃 我们去麦当劳肯德基里边都会碰到 我们大声地加Fries French Fries 这个都行 叫炸薯条 它从法国发源的 所以经常在前面叫French 这法国的这么一个炸薯条 但注意这个一定有付出 我不可能老板给我来一根薯条 认为抽你不行 你不可能买一根嘛 那一个的一定有很多根的 一份薯条 注意前面叫A 后面一定还是付出 叫Fries 叫一份炸薯条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就由此我们看到一些在快餐店里 常用的一些英语 咱们到外国可能吃快餐用的多 咱们看看在对话时这句话该怎么来说 以后到外国点菜就方便了 比如说先看服务员可能会这么问 Matic order 您可以点菜了吗 我能不能把您点的菜单拿走了 Matic order 这么一个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Matic order Matic order 就是您准备好点菜了吗 或者这么说也行 叫Will it be for you Will it be for you 就是它将会是什么呢 对您来说它将会是什么呢 这个it其实就指的 Your order 您的这个点的这个菜会是什么呢 就这么一个 就是含义很简单 就您吃什么 今天你想点什么 尽管说 我们大声读一下 Will it be for you 注意这是降调啊 特殊预文句会不会是降调 再来面 Will it be for you Will it be Wallet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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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在一块最后那个t失去爆破了 我们再来面 Will it be for you 有的时候更简洁 甚至后面for you都没了 我们这么读也行 再来面 Will it be Will it be 就您吃什么 您点什么 下面咱们点菜式看可以怎么说 咱们用不同颜色 这个服务员说呢 用白颜色的 咱们回答呢 咱们顾客用黄颜色的 比如说我这么说 I need a double cheeseburger a fries and a small coke 您好 我打算要一个双层的这个cheeseburger 就咱们说的即时汉堡 中间加奶酪的这个汉堡 a fries 一份薯条 炸薯条 你注意了吗 a fries 这用复数 但一份在前面里有单数 并且还有呢 a small coke 一个小杯的可乐 小杯的这么一个可乐 或者呢 干脆这么说也行 I need a number one combo 您好 我要一个一号套餐 这个套餐是用这么一个词 我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combo combo I need a number one combo 您好 我来一份一号套餐 这个就甭 这个这个 爱哥这么说了 套餐里都有了 这么说也行 好 这是我们在在在刚刚点菜的时候 后面这对话会继续 这下去经常他会这么来说 您是在这吃啊 还是外带啊 这个服务员一般会这么问 就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or to go 您是在这吃呢 还是您to go 还是带走外带呢 怎么 慢慢读就for here or to go 但真正说话是 他不可能说的这么慢 为什么呢 他一天要卖好几千份呢 说这么慢的话 那老板把他辞了 那这个效率太低了 他往语速特别快 咱们先慢慢读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or to go 咱们听到的是非常 vertical vertical 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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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ere就听不到了 你看是这么一个发音 我们来一遍 vertical vertical for here or to go 就是vertical vertical 您是在哪儿 是在这吃 是带走啊 咱们回答有两种 第一个叫here 就不用说for here了 就here 在这吃 或者外带就是to go to go 或者干脆点菜 就说 I need the number one combo to go 我要一号套餐 外带 直接和我们加to go也行 我分别来一遍 here to go 就在这吃 或者加外带就好了 好 下面说了 that's five dollars and fifty cents 假比方说吧 他一共是五个美元 还有五十美分 这一共您点的菜 是这么多钱 that's five dollars fifty cents 然后我们说了 here you are 来 给您钱 或者here you go 意思一样 都是给您 钱给您 可不能发现 您从这走 我不走 我是服务员 我不走 不是您从这走 里面说给您 我们大声来 here you are 或者用第二句 here you go 钱给您 这都可以 然后后面又说了 this is your change and receipt 这是您的找铃 还有您的数据 您的这个票 这个找铃 咱们以前说过 这个change 叫零钱 this is your change and receipt 注意这发音 好多人中国同学 把它读成change 不对 前面发a 再加鼻音 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change change 再读一下这个数据 发票这个词 大声那边 receipt receipt this is your change and receipt 你好 这是您的票 还有您的这个数据 您的这个找铃 还有您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数据 您拿好了 然后呢我还不走 我还接着问 我说can I have some ketchup 你好 我能不能弄点番茄酱 那我这薯条呢 我这 呃 你给的一袋 有点少 我一般得又要一坛子 我能不能弄点番茄酱呢 这番茄酱的ketchup 我们大声读一下 can I have some ketchup can I have some ketchup can I can I 注意连到一块 can I 连到一块 在里面 can I have some ketchup 就我能不能再要点番茄酱呢 哎 里边人很客气说了 is on a service counter over there 在那边自住调料柜 您自取 那边您自个拿就行了 就service counter 在快餐店 就自住调料柜 那个地方您自个拿就行 over there 就那边嘛 您去那边拿就行了 然后说 thank you 谢谢你呀 you're welcome have a nice day 不客气 不客气 祝您一天都开心 这个买卖就完成了 这么一个大概的对话 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作为常识呢 可以把它大概记一记 甚至呢 我们多听几遍 把这片段背下来 我们到了外国至少呢 咱们这个去快餐店 点餐的时候呢 没有太大障碍了 这是这个fry 这是表示这个炸薯条啊 相关的一些意思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一个重要的动词 就是联系 或者翻译成联想都行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李老师以前说过 ate在动词中 一定要发生ate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来听 associate associate 叫联系 或者是联想 这个词一定要去搭配 咱们早就说过了 它搭配是associate a with b 把a和b联系起来 或者由a联想到b 都行 ab联系起来 就是头脑中呢 建立一个联系 我们看一个句子 我们常常把财富 与幸福快乐联系到一块 然而 这却不总是实情 我们经常把财富 wealth 和快乐 happiness 联系到一块 有钱的话 肯定开心呗 然而 这却不总是实情 有钱人自杀的 比穷人还多呢 这个 然而这不总是实情 大家听得很耳熟 我们在第二十二课 如果老君没记错 就是110页的第五行 咱们是不是出现过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在这 咱们刚好把它用一用 咱看怎么说 我们经常把 we often associate wealth with happiness 我们经常把财富跟幸福 联系到一块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然而 这却不总是实情 这个可以放在一块 好 这是我们看到 associate表示联系 这个重要的这个含义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进一步看 表示把a和b联系到一块 还有好多 咱们在 早在第八课 当时就讲过 咱们做回顾 可以用connect a with b 或者to b 或者是link a with b 或者to b 这两个咱们说了 既可以表示 这个联系或联想 也可以表示在物理上 把两个东西 连接到一块 这个也行 既可以表示物理的含义 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含义 都行 那么还有一个relate 这一般是抽象的含义了 就把a和b联系起来 这个不能表示物理的连接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relate 同样后我们加with 加to都可以 把a和b联系起来 这是我们看动词 再看名词结构 更漂亮了 我们看这三组 名词结构 就更加鸟枪换炮了 李老师说过 名词在所有词形中 是最庄重 最正式的 这几个搭配 我们在作文中写上 给增光添财 第一个 我们把connect动词 换成connection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a and b ab之间建立联系 还是由a 联系倒闭 我们再读一下名词 connection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a and b 同样的刚才那个link 它的名词还可以用link 在这建立联系 我们习惯上用动词 establish a link 注意不要读establish 在s后面中读时 声带要震动 老师说了 这个地方读d establish 这么一个声音 我们再来一下 establish 再读一下短语 establish a link establish a link 后面不变 between a and b ab之间建立联系 同样的relate 这个动词呢 我们可以用它抽象的名词 叫relationship 叫关系关联 它长歌的动词 一般也是establish 我们搭配用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在ab之间建立 这么一个关系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Young children quickly make a connection 或establish a link 或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ctures in books and the real objects they see 小孩子很快就可以把 他在书中的那些图片 跟生活中 他们看到的真实的东西之间 联系起来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联系 你看一一带进去 都是同顺的 这是由a联想到b ab联系起来 一些相关的搭配 咱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在写作中 口语中 就游刃有余左右逢圆 表达地道 而且不重复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看这 下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点的词汇 就是这个 鄙视 蔑视 瞧不起 这个比较重要 一个重点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Despise Despise 鄙视 蔑视 瞧不起 这是一个五星级的重点的一个动词 首先注意这个词是极物动词 我们先看一个谚语 Do not despise your enemy Enemy是敌人的意思 什么叫Do not despise your enemy呢 就不要轻敌 不要瞧不起你的敌人 我们战略上可能要藐视 但战术还得重视 这个不能轻敌 比试看不起的意思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极物动词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词汇可以跟它替换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些习语 看一些固定的搭配 首先有个同一词 咱们也可以叫比试 蔑视 轻视 瞧不起 搭上那边 scorn 也是极物动词 刚才例子可以替换 但是这个习语谚语就不要替换了 替换以后语法正确 但是老外就不习惯了 因为谚语是约定俗成的 还可以用hold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in contempt 这个contempt这个词本身是名词 也是蔑视的意思 那么用在这个搭配里就hold somebody in contempt 我们大家都很鄙视他 we all hold him in contempt 就好了 带公式 把他带入就好了 再读一下鄙视这个名词慢慢来 contempt contempt hold somebody in contempt 或者用这个结构也行 大家可能无比熟悉了 在中学老师就讲过 look down on who look down upon 就行了 表示鄙视 蔑视瞧不起 往下看 鄙视瞧不起你 往下看 跟我们讲 我胖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就是咱们以前看过的 钱朱书先生在这个围城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英文版本的一个片段 这个看看这里面就出现大量的 look down on 这么一个结构 后面还出现一个替换 好 我们看这怎么说 说得很有趣 他用了一大堆排比据 他说因为在一个大学里边 science就是理科 majors表示某个专业的学生 放那一句science majors就是那些理科生 理科生比试瞧不起 humanities的人文学科 大学里的文科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词 humanities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 humanity如果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是把后面那个 i e s去掉 还原成字母y humanity可以表示 人类或者人性 这是不可数的 但人文学科 它是可数 而且我们复数 就是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 外文系的学生 瞧不起中文系的学生 注意这两句话是并列 所以未语动词look down被去掉 只留下介词 这个咱们未来会说 并列句中 重复的未语动词可以去掉 但注意如果介词结尾 把最后介词留下 前面动词 副词可以去掉 留下最后介词 这样读者知道省闻的是什么 就有外文系 瞧不起中文系的 对吧 我们觉得我们学英语 学阳文嘛 你们是土编 我瞧不起你 中文系的 又瞧不起哲学系的 中文系说 我们毕业之后 还能当记者 你哲学系毕业之后 你失业了 你干嘛去 那哲学系的 又瞧不起社会学系的 哲学系说 我们学哲学 爱智慧 我们聪明的 你一个社会学系的 你去居委会吧 以后 你干嘛去 瞧不起社会学的 社会学系的 又瞧不起教育系的 这个教育系 确实的自古 没有一个特别成熟完善的理论 你说你学了办法教育学 当老师 我没有学教育学 我也当老师 我教科比你教的很好的 最后呢 你看这个教育系的学生 觉得自己应该被鄙视 他们就没有什么人 可以去鄙视的 他们只好鄙视 自己系的那些先生 大笨蛋 你看教教育学 瞧不起他 最后一句话呢 是替换了 你看前面用的是 look down on 但后面这个 only despise 看到了吧 despise这个词 是跟前面 look down on的一个替换 只是看到鄙视 蔑视 轻视 瞧不起 但是我们看完鄙视 我们再看尊敬 我们都很尊敬 这位老师 尊敬有好多 比如说先看极物动词 我们大声度下 respect respect 这个词相信大家最熟悉了 还有它的同一词 esteem esteam 也是极物动词 用法几乎完全一样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两个词也行 先读第一个 honor honor 这个词当极物动词 也可以表示尊敬 崇敬 可以 当然 英式拼写 就是our结尾 在美式就是or 国内考试四六级考研 两个写法 发音都接受 都可以 那么英联邦国家的考试 雅思考试 你用美式拼写 也完全没问题 那么在美国突夫考试 或者GRE考试 我们英式our 拼写 也完全没有问题 官方都说了 这个英式美式英语 甭管什么考试 咱们都接受 一视同仁 所以咱们两个都会 但用的时候 咱们统一用一个 咱们写作词 不要一会儿or 一会儿ouar 统一起来 什么考试都没问题 但英国人都说 onor 美国说honor honor 两个发音 两个评写都可以 再看第四个词 revere revere 这个词的语气更重一些 一般都翻译成崇敬 就是深深的尊敬 哎呀 我好崇敬你 崇敬 要用这么一个 还有习语 刚才有look down on 现在look up to 可以这么说 he's a teacher we all look up to 他就是那位 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 这个老师 就可以了 甚至还可以用hold in high esteem 刚才那个笔试 大家记得吗 有一个答案 就hold in contempt 这有相对应的版本 就hold in high esteem 这个esteem 在这当名词来用了 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 we all hold him in high esteem 也行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because of their achievements they were held in high esteem 在这用了被动 也可以 因为他们取得的这个成就 他们受到了尊敬 对吧 大家都尊敬他 这种被动 be held hold 过去分词 后面不变 in high esteem 就是我们看到笔试瞧不起 蔑试跟尊敬崇敬相关的表达 大家在写奏中就会替换了 咱们说过 英语重变化 中文重重复 咱们写英语文章 掌握英语必须要会写类似的表达 否则的话 你一说一写 马上就录切了 词汇评级 不可能考试中拿到高分 好 23课的生词和短语 就跟老师看到这里